音樂 萬物皆掌 就我的薪水沒有掌 我這種小資助 是要怎麼在這種殘酷的社會 裡面生存下去呢 鳳亦 你怎麼吃成這樣子 你這麼喜歡布丁 沒有啦 怎麼了 怎麼了 我沒有喜歡 這是我的午餐 你也知道經濟不景氣 你知道又月底了 我口袋裡面的錢掏出來 只能買這個布丁 感到誇張 你真的很慘 別說了 我告訴你 現在一塊布丁 我可以買一碗滷肉飯 怎麼可能 跟著威風拉一起 15塊滷肉飯 15塊伊雯桶 來 吃看看 真的假的 你便宜的 什麼肉飯 30塊 台北差不多 但已經夠便宜了 對 30塊其實我覺得OK 便宜到哪裡去 25吧 20差不多了 20 來 看看它多少 3 15塊 有點扯 還是很難買到15塊 我說真的 15塊就是那種油飯 豬油飯那種價錢 對 上面沒有肉的 一點點肉汁 而且有可能超級小碗 對 很像很多 你現在他們還有一點 自助餐的那種感覺 不是 它大的也才25塊 它大的比一般的小的還便宜 它小菜也超級多 我來問一下 真的 你好 我可以看一下 小碗的滷肉飯大概多 多小 大小 其實它碗滿大的 其實不小 等一下 這是小的 這大的很大 25塊超便宜 25 25 我10塊多很多 而且它肉汁很多 很滿 要點大的 超扯的 對 這個看起來很像Skia的扭動 對 還有 有一種 一種 一種 另外一隻 是我們另外一隻 一隻大 你看那個菜單 小菜都超便宜的 這很奇怪 好便宜 實物很珍惜 你還沒有超便宜的 它飛機是紙頭 透煮菜 20元 對 超扯的 還沒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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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紙巷 來 我們這邊有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嗎 七菜 對 兩飯一湯 對 總共多少 265 對 一個人 平均 平均不到90塊錢 對 最貴的就是這個40塊 40塊 這個35塊 這個也40 然後這個30 35 然後這個大部分都可能20 25這樣 超便宜 重點是好不好吃 對 先從那個飯 小魯先來 小魯 你剛剛已經先爬過了 我已經第二碗了 導致我們工作人員 開拍前就要說 我們過去我們要再點一碗 烏肉飯 開動 這個我個人超級愛 吃起來有一點像肉燥的感覺 而且它滷汁的香氣之外 還有一個洋蔥的點 超明顯 還有黑胡椒 黑胡椒的香也是 我覺得很加分 超好吃 有點像日式 像凍飯 對... 我來吃看看大碗的 有沒有不一樣 不是同一鍋滷肉嗎 同一鍋滷肉 對 好吃 香氣其實很足味 我覺得是因為那些洋蔥 還有它的肉汁煮出來 有那麼甜味 這樣25塊 我真的覺得好棒 我覺得它有一個 有炒過的香氣感覺 因為它燒肉醬 加黑胡椒醬調味 然後它整體的肉的肉感 其實沒有到太明顯 對 你在吃的時候 它很像它的油脂 會立刻化 還變成醬汁的感覺 但我覺得這個味道 不只25 對 吃了它的飯也沒有爛爛的 它還有一定的飽食感 一定的飽食感 對 我就夾一點 鮭魚在這邊煮鮭的部分 來大腸 我覺得它的乳大腸 跟大家的舞台一樣 它的酸菜有一點點 但是它感覺好像是為了 幫這個乳大腸做一個提味 它反而是有一種肉汁香味 而且滿有嚼勁的 有沒有 很不一樣 像那個炸在湯裡面加的 旁邊的那個不像醬汁或滷汁 像湯汁 我覺得它油脂就是處理得很清爽 油脂已經流很多 可是你吃進去很粗 讓我吃個這個 好 沒辦法拿起來 快不行了... 快不行了... 不好意思 開動了 滷汁完全不一樣 它是那種純粹用滷汁去做的 所以它可以吃到那種 有微微的中藥香 但是不是那種很重的 微微 滷汁的甜跟中藥的香 剛剛吃剛剛好吃 而且主要是那個肉 油脂的部分都超級無敵嫩 瞬間化開的那種 好想再拿一個白飯 這裡的這裡也有 配著吃 這樣吃很爽 這個超好吃的 你看... 聽不下來... 我的手 聽不下來啦 我看你怎麼聽不懂自己 我看你飯 我看你飯 什麼意思啊 怕... 那個... 壞掉了 它有超越我的想像 它滷汁很香 是 跟它的油脂 真的是呈現一個 恰到好吃的感覺 你吃到一半 那一口飯這樣進去 像奶油打在飯上這樣 瞬間變成豬油飯飯 這樣講我應該要夾一塊吃 我覺得你一定應該要 你吃到一口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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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需要介紹這麼多菜了 好 只關這個就值得... 真的就很值得了 對 來...我要喝一口湯 喝個湯 苦瓜排骨湯 是 它的湯感覺上也是有花時間 跟煮出來的 它讓它的肉質跟苦瓜 比較有這種苦瓜感 對 但是我覺得它那個苦瓜 也會反而會讓你的肉汁 帶有半甜 跟回甘的那種香氣 我覺得它取得很舒服 對 然後我覺得它肉醃得很好 我覺得它肉的排骨香變得 它的奶味變多的感覺 很香 對 其他的菜 其實都是相當有水準 可以留給大家過來 自己挖飽 這也太強了 對 而且它菜是很多種 一個禮拜來期間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定 真的 好多選 我相信你就不會球 對 就不會球 姐姐 妳們是賣什麼 米粉湯嗎 米粉湯 米粉湯 除了米粉湯 沒有什麼其他必點的一定要吃 很簡單 我賣這個 那妳應該也是第二代對不對 對 不過妳有看到 那裡有一個冒煙的東西嗎 有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菜頭 菜頭喔 對 感覺很好吃喔 感覺很好吃喔 這一櫃很精采耶 你看它的鯊魚菸啊 這應該是黑白菜那種對不對 我想它 這是豬的 豬雜 好興奮... 好興奮... 來了... 這一桌全部都是我愛的耶 超級喜歡的 有鯊魚菸 有豬皮 這是甘蓮對不對 甘蓮 那就先從主食先來好 好... 來 來 早餐是要開心耶 看起來 而且它看起來的調味 基本上都是比較偏簡單 對 來吧 超好吃 它很Q 對 然後主要是它的肉的 醃漬的味道 很濃 很明顯 它的乳肉對不對 是 很夠味的 它的滷汁跟它一樣 一般的滷肉 基本上都會有在它的油脂 但它微微就是那個鹹度的 帶一點點糖質味的 然後 然後是米苔木的 滑順的那種口感 真的讚 有 味道蠻特別的 很好吃耶 它的肉造感覺是湯雞 邊多的那種 它邊甜 可是它甜得很舒服 像是高湯 然後加一點甜的 那種香氣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好強 米苔木強 你的是湯的 對 湯的那是米粉湯 就是米粉湯 吃起來吃起來 而且那個油 它是用那個油的嗎 對 可是這個15碗 小碗就是15碗了 好合理喔 這樣正值是合理嗎 它是清湯嗎還是高湯嗎 我覺得它湯看起來 清湯它的湯超級有味道 甚至會那個鮮味鮮到 像是有海鮮在裡面的 真的假的 對 它應該是大骨跟蔬菜的那種甜 它也很明顯蘿蔔的甜 這鮮味耶 像也甚至有點像魚湯那一種 而且它的甘甜感 不斷的從嘴巴一直冒出來 它會回甘耶 這嘴巴回甘 因為酒菜好加分 好好吃喔 這個米族都有一點 要... 它必點 好 我先用肉燥飯 剛剛我們在那邊燈的時候 就是看到滿多女生也是點 25塊 OK 25塊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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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那個肉燥 我覺得再把裡面的鹹度 就比較跑出來 味道就重一點 但是我覺得剛剛好搭白飯 就是以前喜歡吃那種 肉汁膠粉的那種 對... 它這種肉汁感比較明顯 這種滷汁你會想要 一直去夾把它夾得滿滿的 而且我覺得放在飯上 它紅蔥頭的香味 變得超級明顯 有... 你們有它香氣炒過之後 爆出來的甜味 真的很好 完全不同感覺 來 接下來大腸 大腸 一口氣炒一口氣炒 一吃就知道很新鮮 對 沒有任何的那種腥味 只有它的那個大腸 咬一咬就散發出來那個甜味 這個很好吃 你嚼久一點 就有點滿味的感覺 有 它真的是很新鮮 然後我覺得它處理大腸 應該就是它 然後它用生燙就帶有 很厲害的味道感 好像很好吃 我覺得它醬其實也很加分 它醬就有點像蒜蓉醬油 可是它又做得比較輕一點 咬到後面很好吃 它後面那個豬油香 慢慢的一直跑出來 那就來個豬皮吧 我超愛豬皮的 豬皮 豬皮 來吧 它本身那邊有特別多的什麼味道 沒有像內湯那個味道那麼重 所以主要是靠口感跟它的醬 我覺得這個醬搭起來很搭 很搭喔 這個是讓我覺得豬皮 一般我們都會軟軟去 不是的話 它吃的還有一點點 我也會帶一點點 有點類似接近我自己吃 那種牙齦的口感 你看 不是脆 像這樣子 這樣Q 紅Q... 然後有到一個程度會 等一下 你喜歡罵我旁邊嗎 就是那個菜頭 來 いただきます 還在冒煙 天... 它的口感吃起來 有一點像冬瓜耶 就是那種外面比較軟Q 可是中間有口感 可是它那菜頭味超級重的那種 這個沾早上吃這個太平 太平 大家看我們掃盤的速度 應該感受一下 我們要跟照小菜吃成這樣 好爽喔 因為這個吃起來很清爽 對 零負擔的 好好吃 可以早上吃的跑一趟 來這邊吃 可以 這個社區它真的把它隱藏得很好 講必它未來的幾次 直接都是這樣 外面對人的好幸福 好幸福 好幸福 歡迎我只得到50塊耶 你看... 我今天中午薯條要加大 50塊 什麼 50塊 你只想到薯條加大 不然呢 現在這個時代50塊 可以買什麼 年輕人 終究是年輕人 來 我老人家跟你分享 50塊雞排 50塊螃蟹湯 不愧是老人 謝謝老人 走... 這個是老哥嗎 等一下老人家好不好 等一下... 怎麼樣... 小心一點... 我現在帶你們來 就是網路上 重瘦的炸雞排的店 但是要緊張 有一點緊張 緊張喔 緊張喔 為什麼呢 網路上這樣起來 其實怎麼樣 流氓炸雞排 聽說這一家的老闆 非常的兇 你看 老闆兇 點燃要快 你看 太流氓 太有味道了 花蓮人都懂 要加辣一定要先講 不然會被 還要記住三件事 不要問老闆問題 不要糾正老闆 不要吹 怎麼辦 我最會吹了 誰走的 妳這怎麼... 怎麼會講出 那麼能力的一句話 對... 很有力道 我一定會踩到老闆的雷的 沒有... 怎麼辦 我最會吹了 好想被罵喔 妳是變態喔 老闆 你好... 老闆 你有聽過 外面的網友流傳你們 叫流氓雞排嗎 有啊 那你對於這個有什麼看法嗎 流氓那個人怎麼有來 這樣怎麼有來 沒有啦 總之就是小孩 給我叫他起來 沒有喔 因為我洗 他洗了他都帶小姐姐 我賣的時候要二人在 那他們都洗在那裡 他都看了我 你怎麼會這樣 然後老闆的羊排 他都熬給他 你看起來不錯 對啊 這麼和寧 對 他們都這樣叫 對啊 那如果點餐講太久 你會飆罵嗎 不會啦 加辣很晚很晚很晚 才告訴你 你會爭氣嗎 不會啦... 老闆你這些為什麼 不先裹粉起來呢 這樣會不會不是炸比較快 不先啦 因為我們自己炸粉 就是炸粉 它是走乾的路線 麵糊的 為什麼我們要沾很多 不像人家那個粉沾很多 就是它有雞肉的鮮鹹 鮮鹹啦 而且重點是 你看 它的雞肉都沒有鮮鹹過 對 它就擺在這邊 就表示很新鮮 對 它才敢這樣 而且它的顏色看起來很漂亮 對 你知道如果肉不新鮮的話 它會看起來有一點變暗 暗紅色這樣 完全沒有 粉粉嫩 不好意思 你誰啊 不好意思 粉嫩專家來了 對... 粉嫩專家你來看一下 這個膚質 這個喔 這個顏色很紅色 而且非常的新鮮 而且你看炸的那個聲音 高溫馬上炸一定很脆 看起來 油很乾淨 很乾淨 有沒有 我跟你講你買炸物 你要看的就是這幾點 真的 好不好 而且它的狗看起來很酷 它現在連狗都乾淨 連狗都是乾淨的 你知道嗎 你好 50塊而已耶 雞排 給大家看一下50塊 很燙吧 它的顏色真的看起來很乾淨 很棒啊 而且說真的也不會太油 它這個是醬料 並不是它這個上面的油 有 對 對不對 我聽到肉汁的聲音 看起來好濕實 有夠醃油喔 它雖然是用乾粉 可是為什麼吃起來很濕潤 對 我聽到肉汁的聲音了 而且它的醬汁真的是 還有蒜頭 蒜頭的濃郁 而且你看這個裡面有多嫩啊 真的耶 好滑喔 這個就是很好的雞胸肉 你知道我現在多汗雞胸肉啊 而且多少肉汁在這裡 好香喔 沒有騙你 是不是 咬下去的那一口 你要先吸一下 因為它的汁會炸出來 有那麼厲害 然後我們還叫了一個雞翅 這個雞翅多少錢啊 20塊 三節翅 三節分別是 春節 端午跟中秋節 好 我就吃第二節了 我吃了最嫩的麵 第二節 第二節啦 雞中液... 對 就是中秋節嘛 雞翅也好吃耶 因為雞翅大部分的 都是皮脆的地方 是 對 然後我覺得它骨粉的那個 透薄度剛剛好 就是那個酥酥脆脆的地方 雞皮的香味很夠 然後最後你再吃到 它那個雞翅裡面那個嫩嫩的 好舒服喔 雞翅我可以買好幾隻 回家可以 這個 真的 這個很配啤酒耶 真的很棒 這一盒要吃什麼 粉絲衛生湯 是一整隻的嗎 一整隻喔 整隻不是一百吧 整隻一百 對 這樣很便宜沒有錯 這個算是說 撿便宜當中的月子 也想要吃好的 對 對 真的 這是什麼 真假耶 真的耶 哇塞 好像不在民生社區 對 這邊算是 但是也是一個高級一段 對 我以前住這個附近的 對 然後這邊是龍城市場 對 市場 應該是唯一在民生社區 可以撿到的便宜了 有冷氣可以吹 好棒喔 有冷氣真的太讚 應該很好找 對 因為是一個日料 這個很OK 很明顯 對 明顯的 像是這一台 還是這一間 掌聲 好 妳好 來吧 妳好 來 問一下 這個50塊的 螃蟹味噌湯是你們嗎 是我們 你們可以看一下 一網多大嗎 但是現在 有蝦 這是完整的蝦 對啊 不是蝦頭 不小心掉進去的嗎 有魚 就是這個 魚骨熬的 對 鮪魚 這個料很扯 這50塊超荒謬 想說怎麼會有這麼 便宜 頭戲的店家 對啊 我怕疫情的時候會倒 疫情的時候會倒 我怕疫情會倒 所以我就想說賣便宜 然後會有比較多客人來吃 其實我們是希望說 它就是一個 能達到一個幫我們吸引客人 我們來一集分套餐 然後你才能吃完湯 然後是一個突然的 在那裡的感覺 然後就是你一定要有這個 冬飯你才可以 對... 不能就是吃你... 吃你溫餐的 對啊 海鮮豆 你看看... 感覺這個畫面是我們這一集 最奢華的一副片 是... 海鮮豆其實看起來超厲害的 這什麼料都有 基本上就是你需要點一個海鮮豆 然後你才要再加50塊 對 加多 但我們也是選比較奢華的 讓大家可以一直看到很多料 來 先喝湯 先喝一碗湯 對 其實它真的是有身體在裡面 對 它不是咳 對 它是身體也在裡面的那種 它已經不只是味噌湯 它真的是海鮮湯 芥肉的香味 然後蝦殼熬煮過的香味 鮭魚的油脂 完全所有精華都一起在裡面 然後它的味噌 就像一個連接它的橋樑一樣 它感覺喝起來 是沒有在另外 再多加其他多的調味了 完全海鮮的鮮味 擋過一堆 這好好喝 吃一個螃蟹嗎 要不要 我超不會吃螃蟹的其實 你很強耶 等一下 有蛋耶 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滿滿的耶 這是50塊可以吃的東西嗎 咬 而且你常用吸的 它那個肉就會出來 會笑 會講笑 那個嘴角上揚是沒有辦法吃不吃的 它不是只有殼的那一種 你是完全咬得到肉感的 有肉 但是肉很多 好好吃 我在研究 最便宜最便宜是180 180 180 那你就可以加點 這樣才230 230就一個湯跟一個壽司 對 一個...這個概念 好噴汁了 肉是咬得到 完全沒咬得到 真的 超強 你看它喝到它那個湯的鮮甜味 它真的是被不一樣的海鮮 對 我覺得它的衛生讓了這個蝦 就是這些海鮮的甜度 會再更明顯 對 所以你喝起來更舒服 這個真的會 會笑出來 笑出來 貝殼類的特有的那個 鮮味還是那個香氣 你這個比如說你自己偷偷來吃 一個丼飯 然後你點這個50塊 對 然後你把這50塊打包回去 比如說給老婆 感覺說你對他好好 殊不知他其實 只花龍蜜菜這樣 對 很少看到海鮮丼在前面 我一直講 我們一直都講好 炙燒的 心滿燒難 很嫩 對 有一點鮭魚卵在上面 當作是它的那個 鮮味提味的方式 對 它的那個甜味 整個就會跑出來 而且你會覺得好像這個心滿 重新鮮過來了 全部都要吃啦 你鮑魚掉了啦 鮑魚 鮑魚 鮮燒的 你這一口太爽了吧 每個那個海鮮都是新鮮 會有自帶甜味 對 這個會新過來 這個突然間有點像是我們 以前去日本旅館的時候 那種土地市場 有沒有 早地早跑 然後在市場裡面吃 我懂為什麼會說 像在土地市場的那個感覺 它雖然平價 可是它吃起來 是那種很棒的生魚片 因為它的魚肉 彈性魚肉的甜 它都散發得很好 我覺得這真的完全要 真的要很新鮮吃 才會有這種甜味 對 接下來我們又有一個 他們叫毛毛蟲是不是 毛毛蟲 老闆特製 老闆特製的 對 毛毛蟲 頂長版的 頂長版的 來囉 來了... 一整隻的龍蝦 然後它裡面還有一些海鮮料 咖啡跟鮭魚下去做這樣 一整隻的龍蝦 而且裡面不只龍蝦 還有一堆料 來... 裡面是像壽司一樣有擺飯的 對不對 對 裡面有壽司也有 海的鮭魚看到了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吃日料 像在吃燉飯 好好吃 龍蝦 這個燉了很多的海鮮 它還是吃到龍蝦的Q彈炸絲 那個骨彈菜 我的天啊 而且我特製的調味好好吃 雞子跟很像美乃滋有在酸味的 自燒自後添加它的香氣 它有加一些酸度 跟又發濕的漸過劑 然後還有日本的美乃滋 難怪你說有那種美乃滋 酸味 本體味 你咬這個時候 你一開始那個是松露香氣沖出來 但你一咬到龍蝦肉的時候 它等於那個 那蝦肉的鮮甜的味道 直接再沖過來 它等於就是互相撞擊 很好吃喔 感覺龍蝦肉的甜味 也滲到飯的中間 氣質的鹹跟美乃滋的酸 搭配得剛剛好 它的松露真的就是那種 你在取決的過程中 感受到松露的香氣 但是沒有任何一樣海鮮汁的味道 可以通路搶掉 這個的平衡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馬上起來吃 OK 這個值得 非常值得 值得跟你說 如果是曖昧中的朋友 你送這個應該會直接 就是跟你交往 直接交往 太有性感 剪刀的這個太厲害了 對 來 來 風衣 您怎麼不開燈 我在省錢 因為我想說 那個最後錢要交給房東 我應該要好好運用一下 看我怎麼活到下個月 你厲害 你真厲害 我真的是被你對美食的 這種堅持折服了 來 那我就大方的跟你分享一家 吃房美味的好料理 對 如果不是很便宜或高CP值的 我可是吃不起的喔 那我就讓你去得起的唷 欸 謝啦 我們去哪裡 我跟你講這邊就是信義區 信義區 對... 住在信義區 這就是蛋黃松的蛋黃 住在這裡的人真的非富即貴 對啊 但是這裡的小隻上班族 該怎麼辦呢 對啊 上面很貴耶 無心街莊淨路這一帶 我非常的熟 好不好 來到這邊就是有銅板美食可以 又是銅板美食 可不可以銅板美食 離蓋遠一點嘛 每次銅板美食 我們是食尚玩家耶 不是銅板美食的食尚玩家耶 你說如果要找一些那種大飯店 然後吃一些貴的料理 是 對 那你就拿錢出來喔 銅板美食小隻組 我們上班中午來吃個便飯 對不對 對啦...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這一家 真的是我跟你講很有特色 怎麼說 什麼樣的有特色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一般吃乾麵 那沒有什麼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吃乾麵 它門口敢寫說 你要幫助我 這裡有一個人 沒有... 沒有...我們先介紹一下 這邊我跟你講 它的... 我跟你講這家的店就是辣 就是辣 對... 除了護士不辣之外 他們的護士非常之辣 而且辣到它有個忠告就說 醫院就在附近 自行搭車或叫計程車 不要打119救護車 浪費醫療支援員 超恐怖耶 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傳說中 之前玉琳哥在做節目的時候 不是在現場吃辣麵 辣麵 挑戰辣麵 然後吃到明星送醫院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一條 好可怕 別怕... 小護士已經準備囉 要是各位有個萬一 咱們立馬處理 麵已經來了好不好 這個師傅呢 他已經是到中國大陸 有去拜師學藝學回來的好不好 而且它每一種都有 五種以上的辣椒的元素放在裡面 看看這一面挑戰起來 這個每個人都感覺 嘴巴都腫起來耶 對... 吃到哭啊 吃到哭 吃到哭 你看這個吃到頭髮都變紅色了 都變紅色了 你看這個嘴巴已經 直接腫起來了 而且你這個辛苦是有代價 你看它每個人都可以拿到 醫藥費500元 醫藥費喔 你看每個都有拿到啊 你看 好厲害喔 對...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挑戰的是什麼辣 這個呢 我們今天挑戰都是這個微辣 輕辣 微辣就好了 輕辣... 對... 用基本的來做起來 好... 你們的是雞絲嘛 對不對 因為我可以...等一下... 有人... 有人有危險 有人在邊吃邊咳 怎麼了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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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Go... 你是吃什麼辣... 那個什麼辣 那個什麼辣 輕辣而已 我們一條一條的事 一條一吃... 我跟你講這個才是明哲保身之道 對 還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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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勁... 就在你在咀嚼的過程之中 那個辣已經慢慢的破散出來 然後經由你的上呼吸道跟下呼吸道的呼吸 你整個已經... 你的食道 還有你的肺 感覺有一點辣了 好強 我才吃一小條而已 但是我想吃到它的麵怎麼樣 它的麵是那種 麵滿酥的 那... 很有嚼勁的 它這個應該是這種手工的辣麵 是... 這個麵絕對不是問題 OK 你確定要那麼多 我告訴你 我們... 我吃的是雞絲口味的 對... 重點不在於口味 你可能不會 我知道 我想說 讓它水一直牽引一下 對... 對啊 我手會麻糬 對 手麻糬 還可以... 它的辣 跟我們一般的酸辣椒 或是那種豆瓣醬不太一樣 不一樣... 我跟你講它這個厲害是什麼樣 你吃進去的時候沒有感覺 但是你當你咬第一下 第二下 第三下 又用你的唾液 去火藝你知道嗎 散發出來 它的... 你的滿嘴的口腔 就都是這味道 所以到你的上顎 到你的喉嚨 屏條線這邊 整個會沾滿了這些辣油的味道 真的喔 你啊我怕 什麼啦 你又不是醫生 說真的啦 其實愛吃辣的朋友 真的可以試試清辣的程度 有點麻香的辣油 沾裹著Q彈的麵條 一隻下去喔 包孔全開 整個人都乾淨了耶 咖啡廣場... 快點 其實我真的嘴巴很OK 我腸胃不行 嘴巴很OK嗎 嘴巴很OK嗎 就流淚了 嘴巴會很腫 我好想要看喔 而且很多韓國人 都沒有躲在這裡 韓國都沒有 統計下來反而台灣人 其實韓國人就是 他們是嘴泡而已啊 對 很多韓國人就是說 我會喝酒啊 就每次吐得很慘 然後韓國吃辣 就噴汗 送醫院啊 日本人也沒辦法撩不去嘛 我跟你講 我喜歡它的皮 等一下 我喜歡它的皮 因為這個薄薄的 還有口感 然後主要的是 它裡面的那個東西 其實薄得很滿耶 很滿啊 這個英文就是 其實小小顆 但是會吃薄耶 還不錯 你這樣還在店裡 它的餡料真的... 不是 因為辣歸辣 好吃 好吃 味道是好吃的 現在裡面有人想要挑戰 超級辣的嗎 其實我們有安排了啦 在我們的碗底下 就是有標記的就是要挑戰 超級辣的 我真的沒有寫耶 對啊 你沒寫耶 我沒寫啊 這是我的 為什麼會有一顆紅色的 對 是我嗎... 對耶 怎麼會這樣 謝謝 他在吃之前 先打電話給舒子晨好不好 對... 今天才辦 對... 對... 下一個點還可以過來 對... 可以... 我又聞了就有一點嗆嗆的 不要開玩笑 不要開玩笑 他自己不去吃了 所以我幫他吃完 差不多... 好... 可以... 沒有吃完沒關係 麻辣甘店到底有多久嗎 症狀一莫名大象 完了... 發作了... 症狀二養顏成像 症狀三內流不止 你得金曲獎是不是 對 怎麼會感動成這樣 謝謝 一定要支持我們的食尚玩家 我到現在還能講話 代表就是還OK 我跟你講 它是一種自主神經 都講過我了 都講過我了 還一直都哭 都哭了 都哭了 你怎麼內牛滿面 快一張了啦 快一張給大家 來... 一包給妳... 錢包都給妳 我一直以為我會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 你剛剛還在笑 那個咖啡廣場的哥哥 真的假的 我奉你救我 給這些人掌聲鼓勵一下 掌聲啊 厲害 妳這樣還會 這樣子辣的過程中 妳這樣還可以玩99乘法表嗎 可以 97 52 83 53 53 千萬不能試 你們要5 對 客人啊 這裡的辣度喔 都是由5中以上的辣椒製作的 除非你是無辣不歡的重度患者 不然喔 建議點清辣 清辣就好耶 來... 嘉義的喔 第一家我先帶你去一個 我吃過的 很定好吃 而且嘉義的我們這邊喔 他們嘉義的家店很厲害 心力是很高 之前我們來吃的是1000塊的10道菜 你知道嗎 它是一個熱炒店開了很久了啦 開了30指 以前賣那種炒飯炒麵起家的 這樣開始就一個管子 就是一個熱炒店的那種管子 餐味料理 餐味 餐味料理 餐味還是有划算的 一些菜式 對啊耶 而且它那個是 它的錢喔 你裡面還是吃得到海鮮的喔 我們是做別的一些什麼不保鮮 然後都是花生米的耶 它裡面還吃得到海鮮 而且菜很多 你知道嗎 嘉義的菜就是大關啊 他那麼怕你吃得飽啊 我來了 兄弟 那他在拍什麼 不是我們最主的嗎 不好意思 我們在這個節目這樣子 新開馬 不是 新開馬嗎 我這次猜不到他耶 他什麼時候轉過來 我有點被忍弱的感覺 到了這家喔 四年前有來過啦 現在在哪裡 而且聽說老闆啊 很好 我們現在播出喔 好 這個回想很棒 所以這次有一個食尚套餐 來這邊吃 你一定要講食尚套餐 你才有我們這個 平安要給你們看的那個 一套一整套的那個桌菜式 你看 現在這個 還沒一點 裡面都是人喔 在疫情的在線 還有人願意在餐廳裡面吃東西 你就知道它這個美味很厲害 都吃光光了 都吃光光了 都吃... 都... 都吃光光了 都吃光光了 你不要嚇到你在嚥謊嗎 我剛剛這樣聽說都吃光光 然後它又不拍過去 然後等於說你們是要自己走位啊 我知道走來這邊才都吃光光了 對啊 這樣才對嘛 很光光了 哇 很棒喔 專業的主持人 我也在跳 時尚套餐在這邊你看 你看時尚套餐 有沒有還有... 有沒有還有招牌的蔥油餅 水煮油1000塊油 我超愛吃光光了 這是他們的招牌啊 我看這個位置 我應該是坐在這兩位 好 來 請坐 對 你要好好帶過來 你又要繞一圈對不對 對 我已經繞一圈了 我根本沒有夢了 我有在看你的手 對 我有... 對 我有...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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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酸菜都是我們包餵的 你很愛酸菜啊 我跟你講這家夠味啊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 食尚套餐 你只要九九九一圈塊油就找 而且這麼多菜喔 那一隻魚 一整隻魚 然後開始經典啊 魚香脆 雙牛肉比他們那邊招牌 它有點搭在這邊 水煮牛也有 而且食材在外面裡吃喔 一定隨隨便便這麼多道菜 你現在就超過一千塊 而且我覺得它這牛肉啊 很夠味耶 然後那種 它辣不像很搭是蠻的辣 然後它整個肉都吸進那個 它這個辣不像湯汁 它這個台灣雕很好吃耶 很嫩 你知道嗎 它這豆雕的那個辣味 湯... 很下飯 那我飯吃到你們說 它那個剁膠炒 番菜其實就是這樣子 可是味道很重 可是你知道咬不下去 就會越吃越多 雖然說會辣會麻 會出汗 但你會覺得好像越吃越過癮 然後就停不下來這樣子 過癮耶 可是我剛才的魚肉還滿嫩的 然後搭配它那個剁膠吃下去 味道就很好 然後就喜歡吃的那個 醬汁 招牌 就他們這邊的招牌一定要點 滿滿的蔥啦 你知道它去的時候 它裡面那個油脂都是蔥 本身其實也有很多 好吃蔥油餅就是要這樣咬 它去的時候 那個蔥是還帶吃的 所以那個蔥油餅就會很濃 煎得這樣恰恰的 然後我實在灑一點胡椒 你這超下飯的 你整蔥都很下飯 你看 這個都快吃完它買出的 你一流未盡 看在哪一條看的 好吃嗎 好吃喔 那你那是豬油餅啊 豬油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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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陰性嗎 妳是陰性吧 蛤 妳沒有確診嗎 沒有 沒有 我也生氣了 我也生氣了 所以我只有拿一片 我拿一片 妳要拿過去喔 真的喔 還要 妳要去拿一片 妳不會覺得要幫我拿一下 這個在我還會繞我 當然要先客氣一下 妳幫我一下 然後妳都打我拿去 就說 妳全部拿去了 這樣好像大嗎 我這樣打姐姐 那妳是蛋 對,我都講說 大 我也超喜歡吃這種肉沙 天啊 我喜歡吃啦 好糖喔 對啦 對啦 對,妳看了什麼 對,妳看了嗎 對,妳看了嗎 妳吃了,妳看了 妳看了 對 對 這家裡的老闆還不夠 還不夠 我們就要來,我們可以再煎 謝謝 這家裡的肉 真的,妳看了 這家裡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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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幹嘛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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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 現在是星期五晚上 星期五晚上,別衝一下 我跟妳說我省錢省的這樣 省店省的這樣 就是為了要喝上 好喝一碗的牛雜湯 還有一盤好吃的炒麵 該不會 這麼厲害的店就是 謝謝 到了 蕭家牛雜湯 就是這裡 它已經開了40年了 比我們還老 比我們還老,真的 可以叫阿姨阿妹了 前輩... 對,前輩... 而且你知道嗎 它的牛雜湯不只便宜喔 不只平價 喝完還可以免費再續湯一次 Oh my God 超適合我們這種小資組 等於是我們的救星 那真的是... 特語都出來了 體能耗了有點多 現在要開始來進補了 OK,進補一下 今天就是一直在生日 就是要喝這一碗 這一碗真的很厲害嗎 因為我看它料是很豐富 我不知道喝起來是... 來,這個是外面很少見的 牛板筋 不是杏鮑菇 也不是薑片 也不是薑 它這短一...牛板筋 所以它很有膠質囉 對,裡面它有一些牛雜 然後一些肉塊 滿成這樣子 可能是因為食尚玩家 才給這麼多吧 我剛剛看旁邊的客人 也很多耶 對,而且他們的客人 真的絡繹不足 你看我們都被擠到外面了 你就知道了 好想去吹冷氣 這個湯是他們這麼厲害的 我們進來喝看看 好 這一碗是我坐在外面流汗 我也會把它喝完的一碗 而且為什麼 喝到瑋瑜有一種藥膳的味道 對,那個藥膳的味道 就是淡淡的 很輕薄... 對,它裡面給很多耶 除了牛仔,還有牛筋耶 你看一碗什麼都有 選擇障礙的人 就是點這一碗就對了 其實我吃得出來 它這個應該就是溫體牛 才有這種清甜味 畫龍點睛還有這個九層塔 提香 我剛剛吃的那個 好像是他們牛肚的地方 上面那個一咬就開 裡面那個油脂化掉了 而且它牛雜完全沒有腥味耶 對不對 然後每一個部位啊 該軟的很軟 該嫩的很嫩 該有嚼勁的又有肉感 真的 快把整碗吃完了 但其實他們家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這個醬 你覺得這個是什麼醬 應該是蒜泥吧 No... 薑泥 它有英文名字對不對 Johnny 所以Johnny本身是要配 這個牛雜的 那會讓它的風味更上一層囉 好酷喔 Hi Johnny 我是覺得它這個薑 是會怕有一些人對牛肉 會有懼怕的那個腥味 所以他去壓它 因為它本身牛肉夠鮮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加分項目 它不是一個必要的沾醬 但是你沾了 確實是拉到另外一層的風味去了 還可以免費絮湯一次 真的 現在台北市什麼都貴 去哪裡找 很多的庶民美食 其實就是在社區旁邊 對啊 大家走得到對不對 上次就可以吃得到 就是為了要照顧大家的民生 才會在民生社區而已 你很會講耶 這個我是給過的 所以這裡除了湯之外 你剛剛是不是還有介紹 對 炒麵也是很厲害 對啊 一碗湯 就要配一個主食嘛 而且還有炒米粉耶 對啊 牛肉炒米粉 我沒看過 要從這樣下面夾起來 那個醬才會巴在那個上面 你看... 慢慢的這樣巴附上去 好吃喔 很好吃 它是那種沙茶的嗎 有一點點沙茶 你看起來很重口味 其實它吃下去沒有那麼重鹹 然後沙茶的香氣有 然後它的牛肉絲啊 在這個炒麵裡面很加分 牛味很夠 沙茶超絕配 對啊 我剛剛講到那個牛 它選的牛不是柴的 它選的是最嫩的 吃完會磨耶 磨 大家一直覺得我們太胡鬧了 這牛肉炒麵有什麼好磨來磨去 這個牛完全不會柴 我覺得很厲害耶 它這個炒麵粉 感覺跟它的佐料是差不多的 我們來試試看 口感有什麼不一樣 我沒有吃過牛肉炒麵粉 你那個米粉上面 因為它細細的你知道嗎 它那個沙茶掛在那個上面 吃完之後真的會覺得 如果住不起民生社區 至少來吃一下 牛炸湯那樣 米粉它比較細 你不要以為它沒口感 還是有口感 然後重點是它米粉 每個麵條跟麵條的中間 它把那個醬收納在裡面 一起送到我的口中 味道很夠耶 米粉其實就吃它的這個 就是米的那個筋性 它這個剛剛好非常Q 然後又不會軟爛 不會斷掉 它進去的時候 進去嘴巴還有很多口感 然後剛剛楓又講到那個醬汁 完全爆 有點像是那種螞蟻上樹的 那種感覺 有一點點的感覺 客家的好吃 怎麼說 超好吃 而且我這兩個 如果真的要對我 我會推炒麵粉 如果第一次來銷架的話 直接點炒麵粉 會讓你很驚豔 你真的存的錢有夠嗎 我們今天省了一些小錢 來吃一些好料的 簡簡單單 樹名美食又有溫度 又照顧到我們的胃 心情又開心 對 那如果你今天遇到一個壞老闆 你想換工作 沒關係 你來吃飯 還可以找工作 所以我們下一個行程是 我們叫Interview 所以我們今天才穿這樣 對 所以你看小資族就是這樣子 吃美食又可以找工作 開源又潔流 真的 好完美的一家店喔 漂亮啦 對了 真的是 繼續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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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先不用了 各位小資族呢 如果你跟我們一樣省 一樣想要吃美食 一樣想要過高CP值的人生 這一集一定要放在 你的口袋名單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不見不散 我們加普列再見囉 Bye Bye Bye